记者吴正廷金门报道,金门县政府用喜事推观光, 27对新人今天在金门参加惊喜假期集团婚礼, 穿著设计师吴良仪量身定做的时尚服饰, 既时尚又复古,县长陈福海称县每个人都是模特, 称住气氛正好爱,当场呼吁, 明年生宝宝,加马送鸡服酒今天的婚礼, 地点在金湖大饭店举行, 27对来自台湾,金门的新人, 在或亚洲时尚高级定制服金将荣贤的设计师吴良仪, 为每位新人量身打造的新东方嫁衣婚纱批示下, 男友行、女喜气县负为新人安排专业每次每一训练课程, 让新人的举手投足, 从进场就展现专业模特的气势, 连县长陈福海都称赞每个人都好漂亮, 每个人都像模特, 今年刚报孙子的陈福海, 以主婚人的身份, 看到现场气氛正好爱, 当场鼓励新人, 只要明年添宝宝, 在加马送出一坛西夫酒。 议长洪丽萍, 福建省政府秘书长翁明志, 亲自出席为新人扶正, 不少新人表示, 金门闽南建筑, 战地景观, 都是台湾本岛没有的特色, 希望把金门的美丽纳入人生甜蜜的回忆中, 今天是金喜假期结婚, 爱情二大主题旅游之结婚, 另一波的爱情主题, 时程从7月1日至11月15日, 名额200队, 参加者以两天一夜为基本旅游基数, 县府将推荐20个金门浪漫秘境, 并在金门总兵署设置婚纱体验馆, 情侣完成打卡拍照, 分享IG, 可获爱情主题酒, 专属纪念T-shirt等好礼。